发生在土耳其和叙利亚的强震已经过去了将近一周的时间 截至目前两国有超过3.4万人遇难 联合国官员估计死亡人数还会增至5万多人 在土耳其和叙利亚发生致命1.8级大地震后将近5天 虽然已超过一般认为的黄金72小时 但救援工作仍然不放弃地持续进行 因为仍然在瓦砾堆下 成功救出好几位超过100小时以上的受困者 包括出生7个多月的婴儿 13岁少年 35岁壮年人 或是70多岁的老太太 都是一起又一起的生命齐齐 来自世界各地的救援队 继续尽其所能地挽救更多生命 星期六 救援人员在废墟中 将一名孕妇和她的哥哥给拉了出来 他们受困140小时 同一天 13岁的少年苏尔塔也被原队从加济安太普的废墟中救出 更令人感到压抑的是 在地震140多个小时后 7个月大的哈姆扎也在哈塔伊获救 也是在哈塔伊地震发生后149小时 35岁的男子撒利古也成功被救出 在卡拉曼马拉什市 一名70岁的妇女也成功获救 她在成功被救出时 伴随着家属放下新来的哭声 与救援者的掌声都在赞美上仓 据土耳其媒体报道 在距离第一次地震发生157小时后 当地时间12日 一名孕妇在重灾区哈塔伊省获救 当天救援人员在阿迪亚曼的废墟中 还救出一名6岁男孩 电视画面显示 孩子被裹在毯子里 送上了救护车 土耳其卫生部长柯甲发布了一段视频 一名身穿深蓝色套头衫的女孩获救 第150小时传来了好消息 刚才被救援人员救了出来 希望总会有的 她在推特上写道 此外 一队德国和土耳其救援人员 从迪里汉的废墟中救出了一名88岁的妇女 救援人员还在安塔基亚救出了两名男子 其中一人似乎毫发无伤 12日凌晨 一名儿童在加济安泰普的尼兹普镇获救 安塔基亚是一名32岁的妇女 从一栋八层楼的废墟中获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